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既然你有做跳绳运动呢 你还希望体重再进一步下降 我就觉得啊 这个运动量对你来说可能你已经很习惯了嘛 你想想看一个很熟练的跳绳的人他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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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耗很多体力耶 所以我建议你是不是稍微增加一点别种运动啊 比如说你每天下的班你就找附近空旷安全的地方就去快走嘛 因为走路的话事实上他是比较呢 算是能够消耗热量的运动 因为他必须大快肌肉运动让你带动你身上的这个重量往前走 所以基本上你每天快走或慢跑个30分钟 加上这一点啊 对你呢来讲进一步的会帮你减少你的重量体脂都会下降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你说你这个有吃宵夜的习惯 可是你没有提到说你你是宵夜是这样子 是你一天有三餐以外的时间又吃宵夜 还是说你本来就是只有中餐午餐跟宵夜一餐 听懂这意思吗 如果你一天三餐以外你还有一个宵夜餐 那就有四餐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我建议你就尽量把晚餐跟宵夜变成一餐就好 不要分开成两餐 听懂这意思吗 就是说早午跟晚三餐 那晚餐如果说因为你晚睡嘛 到了半夜会饿嘛 那你就把晚餐往后挪一点 举例来说你本来六点就吃了 你现在变成七八点再吃 那这样的话到了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听懂这意思吗 那如果是你没有吃早餐 你只有午晚跟宵夜餐 那就是一般人的三餐嘛 那这样的话呢 你其实不要有罪恶感 可是如果你还希望瘦一点 你这三餐的量就要稍微控制一下 可能你饭量 米饭面食或者马铃薯在国外的话 对不对 你减半 然后其他菜多吃一点 这样的话呢 体重会减少 你还会继续瘦 试试看 哈喽各位爱寿美的朋友 大家好 欢迎再度来到爱寿美问秋一 我们今天呢 回答一位马来西亚的网友 叫Jagrin 贾桂林 Lin Jagrin Lin呢 他是一个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啊 非常的特别 我想其他的网友呢 可以参考看看啊 Jagrin呢 你知道他的资料是这样 27岁啊 身高不高155 可是你们知道吗 他体重多少 38公斤耶 这个155公分 我们以前有提过嘛 如果是讲漂亮的体重 大概是45左右 对不对 那当然你如果155超过50公斤 那是显得有点风鱼了 但155四级已经算是漂亮了 纤细的身材了 可是不要忘了 他只有38公斤 连40都不到 基本上非常的slim 所以Jagrin呢 邱医师这边看你的资料呢 你现在的困扰是这样子啊 你就说你希望维持 现在这样瘦下来的体重 你觉得很OK 那当然了 我良心化 我是觉得太瘦了一点了 可是个人的主观的好恶 也是要做一个参考的依据嘛 因为你喜欢OK啊 可是你知道吗 你现在就是产生一个问题 我在这边呢 要把Jagrin呢 你的成功的这个瘦下来 减掉体重的案例给大家分享 就是说 你看为什么你可以瘦得这么成功啦 我们讲说如果是一个人 他以这个文目标 那算成功嘛 那Jagrin呢 你看他都几乎是吃这个清蒸水煮的 这个菜呀肉啊 你看他肉还选鸡胸肉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牛奶还喝低脂的牛奶 非常的在意这个脂肪含量的高低 对不对 所以没有错 你呢 这当然热量减低嘛 所以呢 你说你体重可以靠着这样子的控制 再加上你有学我们讲的空柴脚踏车 对不对 再加上你有在跑步 果不其然瘦掉38 但是呢 也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MC就停了三个月了 那之前我也有回答过另外一位网友 他也是靠着清蒸水煮的蔬菜呢 成功瘦身 但是呢 MC停了八个月都不来 那代表什么 油脂不够 你要知道啊 那个雌激素 那个胆固醇荷尔蒙 那个都是要从油脂当中来的 听懂吗 如果你油脂不够 脂溶性维生素不够以外 就是含脂的这种 激素荷尔蒙也会不够 所以你就会造成月经异常的困扰 所以我是建议你 你那个牛奶就不要再喝低脂的啦 正常牛奶就可以了 听懂吗 那鸡蛋呢 也能吃整颗吃没有关系 对不对 那要吃 偶尔吃个红肉 来一点胆固醇 不要害怕 因为你有在运动 你又年轻 其实根本不用担心胆固醇过高的问题 试试看 哈喽 各位爱寿美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度来到爱寿美问邱一哦 我们今天呢 回答一位马来西亚网友的问题 叫做Kelly Kelly你好 你呢身高157 体重56公斤 年纪只有17岁 那基本上呢这样的身高体重 呃 这么说吧 如果是呃 当妈妈了 那这样的体重是OK的啊 对不对 56 157 那如果是小姐呢 呃 感觉上是稍微胖了一点 对吧 哦 所以157公分啊 如果能够到46公斤 哇 那就啊 好看了 对不对 所以呢 Kelly 你17岁嘛 那 邱医师就比较建议你啊 呃 靠着一些比较算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法来改善 哦 让你慢慢慢慢能受到至少四肢头出现 对吧 啊 所以呢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困扰就是屁股 骨盆就是屁股比较大 下半身啊 这个腿 这边比较肥大 对不对 那这样的问题呢 我给你几个功课做 第一个功课呢 你一定要运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哦 如果不运动了 它肌肉没有力量 肌肉没有力量 它没有办法把它 骨盆跟骨盆中间的这个韧带 把它拉紧 没有办法 但是你如果肌肉紧实 强壮 它就会把这个骨盆的这个 呃 宽宽松松的韧带 把它慢慢把它收紧 听懂这意思吗 你看看那个 像现在台北在世大运的时候 你观察那些运动员 诶 有几个人屁股是大的 没有诶 都嘛 是翘翘的 紧紧的 啊 那个那个 饱满的屁股 对不对 啊 因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 才能够让他有这样子 啊 比较好的运动的功能 所以 Catly你要记得 一定要运动 那你运动的话呢 我就 我就建议你哦 先从怎么样 快走就可以了 啊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呃 奥运啊 或者田径的那种 啊 快走 那个叫剑走的选手 你看那样扭 那样扭 那这是很怪对不对 可是那个屁股 每一个人都不会很大 对不对 紧实 听懂这意思吗 你也可以快走 哦 那当然没有像 没有必要像他那么 那么的 奇怪的姿势啦 反正就走路走快一点 每天啊 给你一个功课 每天走30分钟 走到怎么样 流汗 啊 那么口渴 你就喝水 那你这里提到说 你一天喝了5000cc的水 太多了啦 不要这么多 一天2500 3000够了啦 哦 你只要呢 三餐前后喝各300 那么每餐差不多就600 对不对 乘以3就1800 然后其他时间口渴再喝一喝 而且要注意 都喝百开水 这样子 一定会有效果 你试试看 好��est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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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